大家好,这里是没有精致画面,只有满满干货的千千 这次我们用模具来做这一款超简单的卡通小蛋糕 先给模具刷上一层软化好的黄油 这款模具如果不刷黄油的话会非常的粘连 撑入牛奶和油 先搅拌,进行一个乳化 鸡蛋里面一次性导入细砂糖,开启打蛋器,开始打发 这里说明一下鸡蛋一定要用常温的 在夏天室温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做温水来打发 千千这里的全蛋打发,大概用了三分半的时间 打发至滴落能清晰的留下痕迹即可 删入我们的低粉,再导入我们乳化好的油和牛奶 快速地用超底搅拌的方式,搅拌均匀 然后导入裱花袋 说真的,你在搅拌的过程都能听见消泡的声音 挤入模具,球分满 大家一定不要挤得太满 如果说有多出来的面糊,就用纸杯蛋糕给它装上 一起放入烤箱来进行烤制 上下火160度,时间30分钟 烤好的小蛋糕出炉了 大家可以看得见,这个模具即使我刷了黄油 也是非常的难脱模 所以说这里我们要借助脱模刀来进行脱模 因为有粘底的可能性 所以说大家即使用脱模刀也要小心翼翼的脱模 相信大家平常在烤制蛋糕中也会碰见粘模的情况 如果说碰见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签签的脱模手法 用脱模刀轻轻的把四周剔开就可以方便脱模了 那么这期的小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记得点个关注哦